今晚GQ盛典邀请到了吴磊 蕾蕾也是许久没有在活动中露面了 除了这次GQ盛典 距离年底就剩星光大赏最后一个大活动了 届时吴磊和赵路斯将时隔一年半后再同台 想想就激动得不得了 昨天吴磊恒州机场路透曝光 准备赶往参加GQ盛典 路透里吴磊戴着橘色帽子穿着家货绒服 真的一整个可爱到了 就在今天上午 GQ活动后台化妆间画面曝光 里面就有我们认识的吴磊 我们也看到了磊磊的新造型 但是画面里 磊磊像是在和谁唠嗑 而且还是听到了什么很真心的消息 听完还是一面的不可置信 咱就说磊子到底听到啥了 难道比蜜姐听到的还惊爆吗 说到惊爆 今天吴磊赵金曼合作新剧在暴雪时分 首支预稿公布 期望鸣而至的不只有暴雪 还有你 大家都迫不及待看到林郁阳和英国的爱情了 部分网友表示 这两人也太会亲了吧 隔阵屏幕都觉得面红耳赤 也有部分网友表示 又用吴磊做宣传 不怕这段剧情被删减吗 实在不怪网友这么想 先前爱情而已的三分钟亲密戏份 也因为关注度过高而登上热搜 结果播出时只剩其妙 由此可见 目前相关视听部门 并不支持将吴磊作为影视剧的主要宣传部分 所以观众在看到吴磊后的担心 完全可以理解 虽说 路透视频很是模糊 但是男女主之间的氛围感和适配度 还是在一定程度上 拔高了观众对于这部剧的期待度 为了花园小说中的所有剧情 剧组特意前往芬兰进行取景拍摄 甚至选择演员都要求 男帅女美的年轻生花搭配 现有最抓人的就是男女演员的颜值 尤其是男女主CP 暧昧期的试探和热恋期的甜蜜 而在暴雪时分这部剧似乎完全吻合 从大致上具备了爆款剧的所有潜质 除了吴磊和赵青迈首次搭档 《眼情侣》外 该剧的副CP还邀请到了小孩哥王心悦 和宁荣荣丁孝莹 虽然配角们的知名度并不高 但身在青春亮丽 和角色适配度也高 且该剧的制作班底十分强大 导演是拍过《想见你》的黄天人 剧情节奏和《闭环》逻辑都是满分 编剧是该剧的原著小说作者莫保飞保 由他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 都有十分不错的成绩 诸如像《亲爱的热爱的》 《周深如故》 《一生一世》等热门影视剧 都是根据其原著小说改编而来的 但看班底 这部剧爆火已经是稳稳的了 在11月16号的时候 在暴雪时分 已经进行了极数变更 并开启了预约通道 相信不久后将会登陆腾讯视频和观众见面 此次吴磊和赵金迈的吻戏路透登上热搜 或许也是为了该剧的播出欲热 值得一提的是 路透视频中 吴磊姓张力爆棚 闻的时候用手扶住赵金迈的头 素感满满且十分投入 完美呈现了演员信念感 据说完整的路透视频有仅仅十分钟 观众在隐隐期待的同时也不由感叹 这嘴都得青红了吧 不过作为一名合格的演员 吻戏是表达那与恋情递进和升华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 观众在看甜宠剧的时候 也是将吻戏的数量作为男女主持间有多甜的和量标准 从这方面来讲 在暴雪十分的甜蜜食和氛围感 已经适应在起跑线上了 播出成绩自然不会辜负观众的期待 吴磊姓氏在心汉灿烂中 彤赵洛斯饰演的成少商 ZP感爆棚 男友力满极 让观众意识到了 其在偶像剧圈的不可替代 后又在暴雪十分钟和赵金迈 欣赏热搜 为期待该剧的观众表示 ZP感爆棚 作为一个时常健身的男演员 吴磊在影视剧中能够花时抱起女演员 且提供足够的安全感 单凭这一点 吴磊已经可以作为偶像剧的神 公主抱 翻身抱等爆发 是他在影视剧中所塑造的角色魅力值 up up的蹭蹭掌 虽说吴磊是同心出道 但其成年后的影视剧都是有感情线的 凭借其在剧中的出色表现 以及和女演员之间的十分契合的ZP感 吴磊已经成功地改变了观众心中的刻板印象 如今 七和赵金脉的吻戏路透登上热搜 甜度爆棚 ZP感满满 想必播出后的粉丝数量会成指数级上涨 毕竟观众对于演员的喜欢就开始与角色 而吴磊在扮演剧中的男主时 能够让观众很好的入戏 会被他原地圈粉并不奇怪 基于此 在爆雪时分 吴磊和赵金脉的ZP搭配十分令人期待 再加之靠谱的原著作者当编剧 两人的黑粉也不多 在爆雪时分 会成为偶像军的代表性作品也不一定呢 所以吴磊在拍电影的时候 也要多多关注电视剧圈 现在的吴磊多多出演偶像剧 才能更好的塑造严控观众 毕竟如今现偶圈的性缩力和性歹力横行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颜值和苏感具备的男演员了 稍微优秀点的男演员 都因为年纪限制而跑去转型了 而吴磊的新剧在爆雪时分播出后 其和赵金迈的CP或许会成为主流 甚至碾压曾经的大热CP无路可逃 毕竟太久的捆绑对于两个演员而言也不太好 捆绑过剩不仅不利于两个演员日后的发展 还会影响新CP的形成 吴磊这边和赵金迈的新剧播出之后 会有全新的CP形成挺好的 不过在该剧尚未播出之前 就将男女主的吻戏当作剧情营销点或许不太妥当 甚至会影响该段视频在原曲中的完整度 由于影视剧亲密戏尺度的把控严格 所以如今的观众已经吃得够清烫寡水了 好不容易又在线舞剧中见到这样暧昧的吻戏情节 可千万不能因为宣传点安排不当被删减掉 如今线舞圈的气氛是真的很冷清 多个古偶圈视察风云的男演员 到了线舞圈都遭遇了滑铁炉 诸如相 陈毅 任嘉伦 罗云熙 谭剑刑刺 王科迪等 这几个男演员在古偶圈的号召力和影响力都堪比顶流 然而其所主演的线舞剧却军事表现一般 数据平平 如此可见 想要在线舞圈取得较为亮眼的成绩也是十分不易的 如今的林一 胡一天等人 虽然在线舞圈表现出色 但一半向问题在古偶圈频频被潮 所以说 因为他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戏录 而吴磊是难得的古偶信偶都能驾驭的男明星 所以在专攻电影圈的同时 在电视剧圈留下一些好的作品是十分有必要的 况且 吴磊如今的年纪也很适合本策出演少年 虽说在暴选时分这部剧的宣传点有些不当 且制作公司家庭的可靠性不足 但作为吴磊和赵金麦首次演情侣的作品 还是挺恋恋期待的 同时吴磊和赵金麦的CP也可以预定下个热门CP了 娱乐圈永远充满了各种故事 其中步伐从小童星展露头角 成长为国际巨星的传奇 吴磊这位曾经稚嫩可爱的小童星 如今已经甩出国际 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而是源于他多年的刻苦奋斗和执着追求 小时候 吴磊以及可爱的外貌会出色的表演天赋进入娱乐圈 成为一位备受瞩目的小童星 他的天赋和努力让人们看到了他不凡的潜力 但成名并不等于成功 吴磊清楚地知道 想要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中立足 只有不断进步 不断努力才能走得更远 吴磊在多部影视剧中的出色表现让人们记住了他 他不断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 努力展现自己的演技 而这正是一个演员成长的必经之路 他的努力逐渐获得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认可 这也为他的事业奠定了监视的基础 然而 吴磊并没有满足于国内的成功 他有着更远大的梦想 他积极参与国际影视项目 与国际生命导演演员合作 不断提升自己的国际化影响力 他的出色表现让他逐渐走向国际舞台 成为备受瞩目的国际帅哥 吴磊的成功离不开他的刻苦和坚持 他不仅在演艺事业上勤奋努力 还注重自身的全面发展 不断学习提升自己 他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分享自己的生活和成长经历 与粉丝保持密切联系 这让他赢得了更多人的喜爱和支持 如今 吴磊已经成为了国际影团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他的演技越发成熟 形象越发帅气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备受欢迎 他的成功告诉我们 只要有梦想 只要肯努力 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